民眾搶著出國行李大包小包 難免會遇到拖運摔凹一個洞 但你有看過這麼誇張的嗎 行李箱四邊下線 連外層的保護殼都斑駁 更扯的是連輪子都被解體 反正是很焦慮 很緊張 所以就是只有我自己的 我可能會比較生氣 如果大家都一樣的話 可能大家都會集體去反應 這是位在台中國際機場 有民眾在網路上PO出 自己從越南回來台中的時候 等心裡看到慘不忍睹的一幕 心裡像整個解體輪子 還被獨立拖運 被網友笑稱 這是飛機還沒降落空投下來的嗎 我應該是還好 就是算了 有保旅遊不變嫌之類的 就可以理賠了 有些民眾因為有保險 可以直接理賠 有些則是直接找航空公司 而記者實際前往台中清泉岡機場 詢問當天有營運的航空公司 華信航空說沒有接到投訴 後來查出弄壞行李箱的疑似 是一間聯航公司 也已經對旅客賠償 只是行李箱被摔破到這種程度 也真是讓遊客看傻眼 華視新聞留言選張春風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莊雨潔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